过来吧 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 电话 还有什么事能比现在的事更重要 可是 仲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 可是我想再请求你 明天我的电影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宣传 我相信这帮记者会很快找到你 我想求你 可不可以现在是 不要宣布我们分手的孝心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 你能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 拜托了 谢谢你 钟某 我 你们 你们分手了 什么时候啊 上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又没问 但是 而且如果我还跟他在一起 又来纠缠你那样的男人 还值得你去爱慕 可是我真的感觉很对不起他 感情里哪有什么对和错 只有爱和不爱 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我对相军何尚不是呢 你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够平均分配的 所以我会把我能够给你的都给你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一定还是心存芥蒂 所以一直这是不肯搬过来跟我住对吧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梧桐 你要相信我 你已经等了我五年了 不要再犹豫了 我懂你的自尊跟骄傲 但是不适合拿来面对你最在乎的人 我哪有那么虚伪啊 你没有吗 没有 那你说 说什么呀 说你爱我 说 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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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儿 嗯 进来吧 吴小姐早 早 吴小姐 要出门吗 我一会儿要去上班 对了 赵摩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呀 丽先生每天七点就出门了 那现在几点 现在八点半 吴小姐 来 吴小姐 您的药 这个药是给我的 是的 所有在这儿过夜的女士都需要 曼迪小姐也不例外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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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